嗨,大家好,這裡是飛仙星,我是覺森 iPhone的內建相機在拍照的時候 一定會有一聲咔嚓聲 那如果覺得很吵,想要把它關掉呢 Apple官網也有提供一些方法 第一個就是將iPhone側邊的禁營按鈕打開 在禁營模式下,不只相機APP 包含電話鈴聲或者是其他APP的通知 也全部都會被禁營 第二個是下拉控制中心 將媒體音量調到最低 這樣拍照的快門也一樣沒有聲音 不論是哪種方法 如果你想要恢復原本的聲音功能 像是接電話的時候一樣有鈴聲 那你就不斷的要來回去切換靜音 跟不要靜音的功能 其實是非常麻煩的 在大部分的Android手機 都可以去設定快門的聲音直接靜音 但iPhone並沒有提供這項設定 但我們可以注意到 剛剛第二個方法 將媒體音量調到最低 也可以讓相機的快門變靜音 因此我們可以把這件事情 就要給捷徑的APP自動化去處理 就可以做到打開相機APP的時候 自動將媒體靜音 拍照的時候就不會有咔嚓聲了 那當你離開相機APP的時候 捷徑再自動幫你的聲音 調整到原本的大小 就不用自己一直手動去切換 非常的輕鬆 在開始設定捷徑之前 我們要到iPhone的設定裡面 找到聲音與觸控回饋 將裡面使用按鈕更改音量的功能關閉 這樣捷徑在執行的過程中 才能正確地取得媒體的音量 而不是零聲的音量 也才有辦法在你關閉相機的時候 將你把原本的音量設定回去 接下來要使用我製作的這套捷徑呢 當然必須先確認你的iPhone上面 已經安裝捷徑的這個APP 接著下載兩個捷徑 第一個捷徑是靜音的捷徑 叫做Set Media Unmute 第二個捷徑是解除靜音的捷徑 叫做Set Media Unmute 下載完畢之後打開捷徑APP 就可以看到兩個捷徑都已經安裝好了 接著點選捷徑下方的自動化功能 要開始設定自動化了 點右上角的加號 接著點製作個人化自動操作 選擇類型為APP 接著選擇要加入自動化的是相機APP 而下方的時機選擇已開啟 接著點下一步 並且再點加入動作的按鈕 切換到APP頁簽之後 點選捷徑的APP 接著再選擇執行捷徑的動作 回到上一個畫面 輕點反白的捷徑這兩個字 選擇靜音的這個自動化捷徑 Set Media Unmute 再點選下一步 最後將執行前詢問的這個選項關閉 就可以按下完成了 再來一樣畫葫蘆 再製作第二次的自動化捷徑 點加號並且製作個人化自動操作 選擇類型為APP 一樣選擇要自動化的APP是相機APP 下方的執行時機將它改為已關閉 點下一步之後再點選加入動作 切換到APP頁簽之後選擇捷徑APP 再選擇執行捷徑的動作 一樣回到上一個畫面 在反白的捷徑兩個字上面點一下 選擇要自動化的捷徑是解除靜音 Set Media Unmute 最後同樣關閉 執行前詢問 再按下右上角的完成就好了 接著就可以去打開相機APP 在第一次打開或者離開相機APP的時候 會詢問你授權的部分 那我們就選永遠允許就好了 之後就不會再出現了 接著再次打開相機APP 就可以注意到媒體音量已經被設定為靜音了 這時候拍照就不會停到卡叉聲了 那當離開相機APP的時候 媒體音量又會再次回到靜音之前的音量大小 同樣的自動化應用 你也可以套用在其他APP上面 像是有在玩一些放置型的手遊 時間到了想要收割一下資源 那在打開之前 如果沒有注意音量 尤其是在公司 或者是一些比較安靜的地方 突然啪的一聲 你就會很尷尬 如果有這樣子的情況 也可以把這些APP 加入到這兩個自動化裡面 由捷徑來自動幫你靜音 並且恢復音量 最後如果你因為一開始 必須要將設定裡面的 鈴聲音量控制關閉 不能快速切換鈴聲音量大小 而覺得困擾的話 這邊再提供另外一個捷徑 可以讓你點一下 就直接進入到設定裡面 調整鈴聲音量大小的地方 這個捷徑 你可以直接使用Siri 說出Hey Siri 鈴聲音量 也可以考慮將它加入小工具 或者是桌面 或是設定成背後輕敲兩下 或三下來啟動 多少呢 可以彌補一下調整音量的速度 今天的分享就到這邊 希望可以幫助到你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